全球现场关注是北半球国家进入到冬季的疫情要升温 各地的确诊持续攀升 最新状况把时间叫我若宜 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南韩的部分 最近疫情的状况依然严峻 在25号这一天新增感染者高达了3900多人 其中在一个叫做天安市的 有个人口大概才400多人的小村庄 却是爆出有249人的超大群聚感染 原因之一现在发现了是因为 在几天之前村民们集体烟泡菜 根据日本电视台的报道 天安市是位于南韩中部 小村庄里头400人都信仰同一个宗教 平常都是以教会为中心 过着团体生活 然而这一次群聚感染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上个星期 有超过70个人聚在一起烟泡菜 所以也导致这个疫情扩大了 而据了解感染者当中 有9成都没有打疫苗 好另外一个焦点要看到是在日本 这个日本疫情是稍微有趋缓了 那么今年年末的尾牙活动 也即将到来了 这个东京都政府昨天公布说 放宽餐厅的人数限制 从一桌原本只有4个人可以同桌 现在放宽要到8个人 根据这个电视台报导说 东京都25号的新增感染人数是27人 虽然有比先前稍稍增加了一点点 不过仍旧维持在低的水准 东京都知事小匙百合子 也呼吁这个餐厅业者 虽然说现在要放宽标准了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把这个防疫放在第一位 而除了这个东京都政府放宽餐厅人数限制之外 在重新推动国旅的同时 也重新推动这个民众的折扣 就是希望可以冲刺过年期间的旅游人潮 另外来看到现在在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市 卫生局长阿帕雷希多是表示 将会由疫情监测部门要来负责 未来几个月要来看看决定 是不是要举行这个除夕的活动 还有嘉年华等等的一些大型活动 疫情监测部门会在12月5号的时候 公布新的疫情调查 卫生部长说了 这个2020年的嘉年华 预计会有1500万人参加 所以必须要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除了在现在这段时间要戴口罩之外 圣保罗市控制疫情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要提高青少年族群的疫苗接种率 目前当地18岁以下 12岁以上的人 总共是有大概42%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了 此外圣保罗市的卫生局 现在也已经在23号 向联邦政府发出了正式请求规定 外国人入境巴西的话 一定要出示这个疫苗接种证明 以免圣保罗在防疫方面 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 另外智利也宣布要开始对这个 三岁以上的孩童施打疫苗了 新一批的孩童将要施打的是 大陆的科兴疫苗 而16岁到18岁青少年则会接种BNT疫苗 智利的公共卫生研究所是表示 他们会使用不同疫苗 是根据大陆的研究显示 因为科兴疫苗在年纪较长的 孩童族群当中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高 所以就先让年纪比较小的孩童 来打科兴疫苗 另外欧洲也将开始对比较年幼的孩童 要来接种了 欧盟的药品管理局 今天是批准了5到11岁儿童 来施打辉瑞疫苗 入冬之后 疫情的状况在欧洲 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现在各国也都提升了边境防疫 要来防止疫情持续扩散 所以新消息是 在这个非洲南部 有一种新冠变异株 它的传染力 是已经超过了Delta的两倍 那么英国政府就宣布 为了防止这种病毒入境英国 所以从当地时间26号开始 要禁止6个非洲国家的航班入境 这6个国家包含了 有南非 纳米比亚 星巴威 波扎那 赖索托 还有史瓦蒂尼 英国的卫生安全局就说了 这一次会这么快的采取 旅游限制的措施 就是因为这个新发现的变异株 它携带了多达32种的突变 传染力相当的强大 目前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疫苗 可能对抗这个变异株的效果有限 所以他们也表示 这个变异株有可能会被命名为New 已经在全球至少有三个国家陷送了 目前英国政府是紧急 对此展开了研究一起来听 我们在这个时刻没有看到任何新的株准 在这段时间 但是我们一直都知道 我们会决定 去保护的运动 我们会决定 所以我们会决定 从明天到明天 我们会拒绝 所有飞行 从6个南非 国家 另外来看到这个画面不是火灾 是有人纵火地点在索罗门群岛 当地的首都连这两天都出现 抗疫暴动事件 有数千名的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总理下台 还有民众纵火烧毁了警察局 抢劫商店 唐人街有多栋的建筑也都复制一句了 当地是陷入了一片混乱 隆隆黑烟 伴随着凶猛的火势 不断从建筑物中窜出 外头还有数以千计的民众 持续在抗议 太平洋岛国索罗门群岛 位于首都和尼阿拉市的唐人街 好几栋房屋都被烧毁 和平示威不久就演变成暴动 不少人趁机抢劫店家 当地警力不够 防不胜防 民众四处纵火 连警察局都不放过 更打算冲进国会 首都街头一片混乱 而事件的导火线和先前 所罗门和台湾断交 转向与大陆建交有关 以及政府承诺发展基础建设 却没有兑现 种种原因引爆民怨 示威群众要求当地总理下台 和所罗门关系密切的澳洲 表示会部署100多名警察 和军事人员协助 当地政府也在首都 实施36小时的封锁措施 但群众仍无视封城令 持续上街 恐怕中资企业已成为民众的攻击目标 接着组合报道 这个罗jut grilling 下方叫你 吉他千把 вед穿这个交易 预定 未 presenting опять يع 要 人 cumin 感谢观看